也许你认为球员打得太差了 也许你认为教练员水平不行 下面我将会用10分钟的时间 给你带来另外一个答案 大家好,我是王世角 我已经不想在赞述层面上 对比赛进行解析了 因为在赛前 我已经做过很详细的对手分析 时隔88年 中国男篮在非把正式比赛中 败给日本男篮 被钉上历史的侍入住 我们确实对某些球员的表现很失望 也对教练员的安排感到迷惑不解 对比赛中出现的那些致命食物感到痛心 但我最痛恨的是在这些伤口上 撒下最后一把盐的当时裁判 你也许会说输了就赖裁判 没想到王世角你也是这种人 别急 没有证据 从不乱说话 是我一直以来的风格 今天这期视频 我将会复盘本场中文大战中这些争议缺乏 用10分钟的画面 让你领教这三名裁判 是如何搞乱中国男篮心态的 公平公正是国际男联裁判 缺乏的首要因素 必嫌更是首当其冲 在亚洲篮球范围内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近些年日本篮球和韩国 菲律宾 印尼的篮协合作有多么密切 日本必联赛和韩国 菲律宾 印尼篮球联赛的合作关系 路人皆知 更不用提日本刚刚和菲律宾 印尼合作举办的2023年南篮世界杯 而这几个国家篮协之间 联赛之间 球员之间 裁判之间 频繁而深度的交流 让他们彼此非常熟悉 也更亲密 结果本场比赛派出的三名裁判 分别是印尼 韩国和菲律宾裁判 没错 就是这么巧合 你可能会说 那可能亚洲就这么几个国际级裁判 对不起 西亚的裁判 人家一个也不选 就是少三个和你对手关系亲密 眉来眼去 而且所属的国家 就是玩小快灵的裁判来执法 针对性强不强 不言而喻 比赛还没开始 就让我们心里开始犯嘀咕 而比赛后 他们的拙劣表现 也让我们清楚 我们绝对不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以赛一开始 日本后卫的手部触摸就频繁不断 裁判视而不见 随后赵纪伟防守时 被裁判缺乏拉人犯规 好 没问题 赵纪伟确实有拉人动作 但请记住这个画面 记住这个缺乏尺度 下一个球 日本队长差 霍金森设置掩护职 明显的腿部移动 同时走部外职 撞到赵纪伟的内部 移动掩护犯规 就在裁判眼前 继续武士 为了赌上裁判的狡辩 2023年同样类似的 民众连户犯规 你们为什么会一抓一个准 随后赵纪伟用手 摸了突破球员的胸口 被吹拉人犯规 好 请问 开局时同样摸到胸口的 那个为什么不吹 而这个根本起不到 太大影响的动作 就立刻被吹 估计蓝联在2023年世界杯上 对手部吹乏了严格标准 本场只对中国对奏效吗 而日本男男的防守守部动作 请问 下次来中国讲课的背霸老师们 该怎么评价 印尼和菲律宾的裁判 是把他们本国的特色篮球标准 搬过来了吗 回到进攻端 你们都说杨恨森打得不好 请问 面对对手 夹臂动作 你跳得起来吗 而裁判呢 去年世界杯上 吹乏夹夹臂动作 那么严格的你们 本场也消失了吗 好 你说他还在争夺球权 双方在同一起跑线 想蒙蔽过关 好 下个球 杨恨森单打霍金森 霍金森就差趴在进攻球员身上 合理吗 你也许会说 他的动作并没有对进攻球员 造成过度影响 当杨恨森转身后 被缓开同时跳起来的霍金森 为了弥补丢掉了身位 他的右手在干嘛 请问 这右手明晃晃的顶着杨恨森的脖子 阻止杨恨森起跳 边线的裁判 你认为他是给杨恨森在按摩吗 这种明目张胆的落吹 还说没有问题 你相信吗 你是杨恨森 你能怎么办 你说我是猜测的 好 看办法 日本当地的转播 给你挑了一个最引力的角度 不让你看到霍金森的手不动作 可当你看到杨恨森转身之后 脸部剧烈的肌肉正颤 请告诉我 这样的脸部肌肉颤抖 不是脖子被顶撞导致的 是他自己会控制脸部肌肉吗 他又不是金凯利 还记得怎么吹赵纪伟了吧 请问 城帅旁后场接球突进时 日本后卫的这种向前移动发力 标准的阻挡犯规 为什么不吹 阿不都持球时 防守球员手推着阿不都 在阿不都起跳传球时 身体离开自己的合法原住体范围 前顶发力 主动造成肢体切除 一切都发生在裁判眼前 请问裁判为什么不吹 城帅旁随后接球三分球出手 防守球员向投篮人的原住体移动 无论是脚下还是身体 都侵犯到向下落地的城帅旁 裁判再次无视 我猜你会反驳说这个球影响不大 好 同样是去年的世界杯 你们又是怎么吹的 下个球 吹城帅篷范规 有范规动作吗 有 不就是手推到腰了吗 如果你按照这个范规标准 两头持平 我无话可说 阿不都沙拉木持球突入禁区 裁判员你告诉我 日本后卫的手在干什么 他推的这一下是打了谁的脸 而你的公平哨又在呢 下个球 你们吹阿不都沙拉木犯规 是 我承认他犯规了 但我给你们重新上场课 镜头向回推 日本球员接球 瞬间 右脚在地面上围中枢脚 左脚自由脚向前迈出一步落地后 中枢脚向前迈 当中枢脚落地后 球仍然没有离手 请问各位裁判 这不是启动运球走步 又是什么 如果你偏要说这是行进间接球 那我真要怀疑你的国际级裁判资格 到底是怎么获得的 好 如果这次漏判 你非要说是阿不都沙拉木先犯规 然后才走步 来 我再带你看回放 很明显 双方在刚发生身体对抗的瞬间 持球人已经走步为例在先 所以裁判员再次让中国男男 吃了个哑巴亏 回到进攻端 请问抢篮板时 呼吉森的左手 为什么压在胡金秋的肩膀上起跳 而不被吹罚 我欢迎国际级裁判 来做一个完美的解释 而徐杰向后退防 手部交代清楚 身体向后侧移动 没有向前发力的动作 却再次被吹罚防守犯规 最搞笑的对比来了 日本队进攻 赵继伟在提前站定的情况下 被霍建森无球端撞倒在地 明显的进攻犯规被无视 导致后场一片混乱丢球 回个头 日本球员明显的肩肘 向外超出合法援助体 外侧发力 顶到胡金秋腹部 标准的阻挡犯规 结果胡金秋反被吹了 一个进攻犯规 如果你偏说 你吹的没问题 那请给我解释一下 二三年世界杯 和这个防守人同样的身体 向前前行的动作 张震灵为什么是犯规 而不是移动中的球员 撞人犯规 还没完 还记得刚刚徐杰 是怎么被吹的犯规吗 请看看霍金森是如何用肢体 向前顶发力 主动造成接触的 胡金秋就差 被撞到你怀里的裁判 你的哨子是生锈了吗 亮亮呛呛的胡金秋 强硬的顶着霍金森的勾手 就在裁判眼皮底下 霍金森的右胳膊 压在胡金秋右肩上 同时下压 裁判继续装傻 而回过头 中国男男只要胳膊碰一下 立刻被吹犯规 这么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表演 还仅仅只是上半场比赛 最让我确认 这三个是揣着明白 装弧度吹哨的 是下一个球 胡金秋在内线处为要求 此时防守球员 已经开始拉断胡金秋 但裁判没有表示 当阿布图沙拉木摆脱干扰 完成向内传球 就在胡金秋拿到球时 裁判哨子响了 因为此时响哨 中国队发边线球 也就是说 错失了这一次必尽的得分 裁判对这次吹罚 实际的微妙袭击 让判为观止 最后日本队的小动作 继续被纵容 霍金森前场争抢篮板 左手明显的推开 占据更好身位的阿布图沙拉木 然后抢到球 漏判 而崔勇熙底脚突破 如果说赵继伟 仅仅是扒了一下 就被吹犯规 请问裁判 这种用手明显的推人动作 你为什么不吹 你一个国际级裁判 需要我给你念一下 裁判员规则手册 第33条 一次小结吗 好 手上动作你不看 当崔勇熙从另一侧突破 防守球员 腿上屈膝前顶 主动侵犯 持球人合法援助体的犯规动作 也可以被忽略是吗 我今天真是开了眼 下一个回合 进攻球员持球突破 赵继伟的脚下和手上 交代的清清楚楚 进攻球员挥肘 打到合法防守位置的赵继伟脸上 裁判继续装傻 明显的进攻犯规也不吹 最后吹了后面起跳 封盖的胡青秋防守犯规 来 我欢迎非把官方工作人员 来跟我进行规则上的深入探讨 这次挥肘到底是什么 我知道你们不好回答 我来帮你们回看去年世界杯 同样的进攻动作 你们是怎么吹的进攻犯规 表演别停 崔永熙上篮 请问防守球员右胳膊 打到崔永熙的头上 你们看不见吗 二十岁小孩 这脑袋在天上 像被子弹打中了一样 你们杀的良心呢 继续比赛 所有观众都在遗憾 杨汉森的三分封盖犯规 可是这次犯规 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回到开始 日本球员接球瞬间 虽然镜头角度不好 从他的身体反应 我们假设接球瞬间 右脚在地面上为中枢脚 左脚向左移动活动脚 左脚落地后 右脚中枢脚向前移动 球没离手 启动运行的走步 漏锤 好 换一种假设 接球时双脚同时落地 此时都可以作为中枢脚 右脚向前移动 确定左脚为中枢脚 然后右脚向前落地 注意此时他左脚向前慢 也就是中枢脚移动 但球仍然在手上 没离手 也就是说 仍然是启动运行走步 无论他接球时 脚的状态是任何情况 这次都是标准的走步为例 而这次为例再次被漏锤 没有了这次漏锤 也就没有了 中国队防守阵型的改变 也就没有了 杨汉森的三分球犯规 关于这个球是否走步 我同样有信心 和当职主裁判好好谈谈 因为我能拿出 二三年世界杯 你们所吹的 所有相同缺乏案例 来反驳你 也以为这就完了 下一个球 这三个裁判 更是偷偷的欺负了 中国球员和球尼 杨汉森的扣篮 你们是不是都认为他扣飞了 那好 我也许是目前 唯一一个告诉你真相的人 当杨汉森扣篮时 注意防守人手的位置 很明显防守人员的手 已经先触碰到篮筐上 你可能会说 画面太虚了 看不清 好 我们不看手 看篮筐 从前一针和后一针 球筐明显发生了震动 而此时篮球在篮筐上方 杨汉森的手在篮球后面 也就意味着造成篮筐震动的 持有防守球员的手 而国际篮联官方规则手册 三之一-二-四规则中 球员震动或抓住篮筐 影响篮球近筐就是干扰球 此时篮球处于篮筐上方 由于防守球员提前拉筐 导致球筐震动 杨汉森被这次抓筐导致的影响 一-是向下的扣篮距离必然会增加 同时球触碰到摇晃不定的篮筐 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妥妥的干扰球 再次被楼盘 这就是这个球扣飞的真相 选择性失明仍然在继续 杨汉森继续接球空节 日本对防守球员的胳膊 结结实实打到杨汉森的头上 裁判继续无视 现场解说认为是球被盖掉了 我带你找到真相 注意当杨汉森上篮时 他的手型 我们只需要观察两个片段 球离手前和离手后 也就是这两个画面 你看出问题了吗 我来告诉你答案 如果你打过篮球 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 你见过手指向后翻头篮的吗 除非他是个神仙 也就是说 无论是杨汉森手的向后变形 还是球的离手 都是防守球员打手造成的 而并不是合法风干 当杨汉森被打手后 球离开掌控才造成的球被触摸到 这又是一次防守犯规漏判 天河身后的打头被忽视 两个犯规漏判 裁判该如何解释 随后日本队继续移动掩护犯规被纵容 吴明轩突破 防守球员的拉手动作 乘帅森三分投篮 防守球员顶跨侵犯投篮人 原助体的犯规漏判 你们不但不吹三加一 甚至还要在下一个进攻回合 回看上一次进攻是否踩线 企图将三分变回两分 你们三个的拙劣演技 让这场比赛看起来恶性十足 面对全场这样无耻的吹罚 中国对替补习有怨言有问题吗 你们好意思警告吗 所以回到视频的开头 视频前的你还认为我说的 中国男篮本场是五打八 是夸张的说法吗 如果你是球员 当你面临着这样的吹罚尺度 你又该如何在攻防两端 用平常心去做动作呢 虽然他们打的确实 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好 那这些细节的不公正对待下 他们所承受的这么多委屈 如果我不去复盘 又有谁会知道呢 希望这期视频 让更多正在指责球员的球迷们看到 在监督球员成长的同时 更要团结一事 对国际赛场上这些偏少敢于说不 也要明白 国际篮联对于中国篮球的藐视历来都存在 也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对这种轻视我们的行为 做出反击和回应 而年轻的中国球员们 希望你们知识后勇 早日洗刷掉今天的植物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王视角 我们下期见 我可以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